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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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是誰悠悠如我夢 包似擁抱過春風 無容逃脫的心動 你來的洶湧 是誰之間入我夢 敢做一彎而輕生 何變戀的千萬重 無人就親孔 我們走過時間的漂泊 多少故事變成了傳說 而你卻始終陪在我左右 遠遠超級角落 我們唱著作音的詩歌 悲歡離合都念念不捨 紅塵的曲折 都是你和我 和你離間的星河 也許是前世今生輪回 迎過所有酸甜苦了 在風雨裡走過 你可願為我聽過 我們走過時間的漂泊 多少故事變成了傳說 多少故事變成了傳說 而你卻始終陪在我左右 看片超級角落 我們唱著過音的詩歌 悲歡離合都念念不捨 紅塵的曲折 都是你和我 和你離間的星河 有時候 美人的歌 不喜歡 這首歌 和你的歌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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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他一定是有什么苦衷 才故意骗我 不让我回去 对不对 对 一定是这样的 生情那么危险 他一定是为了保护我 才故意这么做的 对吗 对吗 如果你想去人 我可以陪你回去 为什么 我曾以为爱我的钟妩媚 却狠心地捧下了我 而眼前的柳秀文 却一次一次保护我 甚至甘愿为我付出了一切 难道 这就是天意 我们离开这儿吧 你不是说要带我走吗 我答应你 小姐 你是说真的吗 经历了那么多事 面对了无数的阴谋和暗杀 这句原本不是我想签注的 这句原本不是我想签注的 神经 我不想再回去 只要你愿意 我随时都可以带你走 那等你的伤丸就要好了以后 带我去波斯看看吧 好 我 小姐 我知道你很难过 也知道 没办法取代它在你心中的位置 但 只要你愿意 不论你做什么 我都会在你身边 不论何时何地 王爷 吃点东西吧 王爷 多少还是吃一点吧 也都好久没吃东西了 这样下去身体扛不住啊 王爷 王爷 好消息 可是小金找到了 这 小钟钟啊 我找到了 延怀你病情的药了 王爷 虽说炖肠草 在圣经实在难寻 但摩尔的父亲 从窝国带回来这些药丸 虽说不能根治秦华之毒 但至少可以减缓病情 太好了 这样王爷至少不用每天 受那钻心之苦了 汤姑娘 虎爷 应该是江夫人 江夫人有心了 不必客气 多谢江夫人 感觉怎么样 多谢你与江夫人 待我身体康复之后 我一定好好食言宽怠 那小钟钟 你得赶紧好起来才是 你得赶紧好起来才是 我等你陪我喝酒哦 正极 是 还备了谢礼啊 江公子 江夫人 我们王爷早就为二位 也准备好了新闻贺礼 请削纳 我 我有些头痛 晚饭就不吃了 没有我的吩咐 就不要打扰我 是 是 江 如今 似乎 是我输的一败涂地呀 这簪子 小婧啊 你到底在哪里 我为你做了那么多 竟始终比不上 她在你心中的分量吗 王爷 江公子不是已经派人去见王妃了吗 我和他从小相识 江兄只是在说谎安慰我 但他心绪会眨眼的习惯 却骗不了我 这 那 去吧 是 王爷 贤婿啊 贤婿 贤婿啊 今日好些了吗 谢岳父大人关心 小婿已经好多了 不知岳父大人今日前来 所为何事啊 小婧这数日来 音信全无 您又富商在身 我这做长辈的 实在是放心不下啊 岳父大人放心 小婧她肯定不会有事的 那日画坊之事 着实令人胆寒 贤婿是否听说那行刺之人 是何来头啊 小婿自受伤之日起 一直卧病在府 从未出门 如今 岳父大人跑来问我 这个患病之人 怕是有些太难为我了 我也是一时急糊涂了呀 只怪那逆贼 实在是太可恨了 我是担心哪 那些逆贼一日不除 老臣这内心一日不安哪 王爷 是时候换药了 岳父大人 小婿要去换药 先食配一下了 好好好 不碍事的 赶快去 好 王爷 你明知道宰相来意不善 为何还 张继 都安排脱到了吗 按照王爷吩咐 安排好了 好 我 我 王爷 在向大人说家中有事 已经告退了 还有吗 王爷真是料事如人 在向离开前 果然偷走了 书房中的先皇令牌 幸好我们已经令牌 换成家了 不然可真有出大事 他用母妃当年离世的秘密 故意接近我 在他给予草原大权时 我便发现了 这其中可能有阴谋 只是当时并无证据 如今他果然露馅了 可见 那天晚上潜入之人 必然是他 这画坊之审 他也脱不了干系 好一个孕妇大人 竟然起了谋逆之心 是 张庆 在 随我入宫 可是王爷您的身体 此番自食体的 本王必须亲自入宫 是 皇兄 再相如此行为 郎子野心昭然若见 但望皇兄看在臣弟的份上 免去王妃临落井的连带之罪 五妹 你说的事情 朕都已经知道了 皇兄已经知道了 再天衣无缝的阴谋 也会留下蛛丝马迹 况且他急功近利 难免会露出破绽 只是朕一直没有想明白的事 那天行刺的刺客 我军是波斯人 这宰相跟波斯势力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王爷 王爷 快 小羽衣 是 不必了 皇上 那我国的药丸 也只能遏制你一时的病情 五妹 以后什么事情都不要操心了 就给朕好好养伤 朕一定会治好你的病 皇兄 臣弟还有一事 肯定皇兄能给个答案 我知道 是关于你母妃的事情 事到如今 我便告诉你吧 其实当年 国舅被父皇赐死之后 你的母妃很自责 每天欲欲寡欢 机缘成吉 有一日欲寻短见 被先皇后撞见之后 劝倒了一番 梅丞相 被外人误以为是两人争吵 先皇后一走 你的母妃 就自己身亡了 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告诉你 就怕你接受不了 这不堪的事实 没想到事到如今 量成这天大的误会 原来如此 是臣弟 一直以来误会了 对不起 皇兄 五妹 你可曾知道 父皇驾崩之前 再三叮嘱朕要好好地照顾你 甚至将能在危难时刻 调动圣经精锐兵力的令牌 交付于你 他也是十分关心你的 臣弟知道 是 羽妹 是啊 可以了 今天一万六千凡 你何不敢 否则 走 好 这本能够了 你心里逃来 你还是不做了 五妹 宣禁远王 宣禁远王 见过皇兄 宣问 悬赏神医的事情怎么样了 回皇上 时至今日 已经有来自民间各处的神医 纷纷接拔 奴才正命人 一一调查他们的背景 差不多 今日 今日便可为渊贞王爷医治了 好 尘儿 朕有要事要交托于你 皇兄请吩咐 皇兄 朕有一封信 你送到北渝国去 北渝国 今天的天气真好 秀文 你要多出来呼吸新鲜空气 伤才会快点好起来 我并不想快点好起来 我可是千辛万苦才求的医 先医治你的 你还不想好 浪费我的苦心啊 要是受伤了能承办你身边 我这辈子都愿意一直伤着 我这辈子都愿意一直伤着 傻瓜 不是都说好了 等你好了 我陪你回波斯吗 小婧 我 你说传书公的医先到底存不存在 管他存不存在 搏一把呀 没错 渊贞王就要病死 得赶紧找到医先 不然一夜报复的机会可就没了 你们说什么 渊贞王怎么了 你不知道啊 这事在城里都传开了 渊贞王妃在船上遭到袭击 失踪了 渊贞王为了救王妃啊 身负重伤 还在圣经江中寻找王妃的下落 可没有想到生众不育啊 听说还中了剧毒 皇室里所有的御医都不能医治 对啊 若能治愈可少黄金万两 封侯佳绝呢 可惜我们医术不精啊 啊 我 我 foam 我 啊 他情人 啊 啊 啊 你会不会好好走路啊 拿着 我想 你还没跟别人亲过吧 我很早就亲过了 谁 是一只狗 好啊 你竟敢捉弄本王 捉弄 你已经变成这样了 我绝对到现在才知道 你看 你竟然 看来我真的是个蠢女人 不经意抬眼就乱线 我看见 风花雪月清却 不经意抬眼 不经意抬眼 清红照的一面 秀文 我 我 若你实在放心不下 回去找她吧 我也可以不回去的 小姐 我也是个男人 我也会自私 可是我无法看到你 因为别人而伤心 所以你无论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尊重你的选择 她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我也应该 回去还她的恩情 你回去见到她 难免 我已经答应了陪你回波斯 我一定会做到的 只是 只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 她为了救我而死 好 那我等你回来 你不和我一起回去吗 我 我既然决定跟你在一起 别放下了过往的一切 我若回京 遇见故人 必有多生事端 也是啊 如果现在回血露面 就算我爹不想杀我 万一还有什么 恨疑人想置我于死地呢 如果我们戴上面纱 就没有人挥震出我们了 等钟翁妹的伤痊愈以后 我们就可以 安全地离开了 我希望你能陪我回去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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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啊 你们也想得到那万两黄金 加关尽绝呀 不是的 一仙婆婆 我们什么都不要 只求您能去救她 拜托您了 这 这倒是奇了怪了 那 那你就是愿意看着她 去救那个旧情人 既然都是过去的事 我并不在意 现在我在意的是她 只要是她想做的事情 我一定全力支持 这红尘之中痴男怨女哟 一仙婆婆 她是为了救我 才受那么重的伤的 求求你去救救她 只要您愿意救她 小景做什么都可以的 这 瞧你说的 这身为医者嘛 治病救人 乃是本医仙的职责所在嘛 那再说了 我远离世事 也有几十年喽 倒是也好奇 这圣经城 如今变成了何等的模样啊 只不过 不过呢 只要一仙大胆愿意答应小景 小景啊 就给你做很多很多好吃的 那有桂花鱼吗 当然有 桂花鲤鱼 红烧鲤鱼 糖醋鲤鱼 麻辣鲤鱼 您爱吃什么鱼 就给您付什么鱼 这 好 好 那我就这个 看得你们 这么诚心诚意地 请我去救人的份上 我就答应你们了吧 烫好了 好 好 小女见过父亲大爷 父亲您看 自从成婚以后 他呀就是甜言蜜 这甜话多的 真是叫人肉麻呢 小情 我现在有千万句话 想对你讲 可你究竟在何处 王爷 又有接绑的神医前来了 我曾经真苦 今日不都来了 数十位荣医了吗 这来来回回 都要近百人了吧 王爷 虽然接绑之人鱼龙混杂 但万一要是有 神医现实呢 行了 找吧 是 遭兴 你给我出去 我骗的 别扔啊 别扔啊 出去 快滚 这次神医啊 什么呀都放进了 这不是骗的 就是 哪里来的江湖书是啊 王府是你跳大赏的地方吗 小姐不在 我就是要替小姐看好王爷 你们谁都别想 谋混过关 还有你们 眼睛能够擦亮点 是 是 看来 这次我是无法痊愈了 只是小姐 我们此生还能否再见 我们还没有 是啊 这放 respons这么多呢 真的老实在是 这 进把牙 这 这种事情啊 还得靠我依仙出手 才能搞定哦 一贤伯伯 你又要说什么呀 别再说了 是不是要说什么 一贤伯伯呀 我拜托你了 你 你一定要 要把他给治好啊 这行了 这话都说了八百遍 我这个耳朵 都听得起了茧子了 你要是再说 我 我就真不给他治了 我不说 不说了 这还差不多 赶快找个客栈 我都饿死了 我要吃好吃的 可是 他 对 还有你啊 你也赶快找个客栈 先安顿下来 我们一会儿就要进宫了 余下的事情 我们再跟你联络好了 好 如果遇到麻烦 随时给我送信 您放心 我记得答应过你的事 好了 走了 走了 皇上 接绑的人到了 嗯 轩 草民叩见皇上 吴皇万岁万万岁 万万岁 你们既然接了皇榜 就应该知道 是要静殿面圣的 在皇上面前蒙着面 那可是欺君之罪 你们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 不能以真面目示人呢 是你 漫衣漫不而来眼带笑意 你 还我擦肩刹那 心动到底 光阴若是一笔一笔 都写满你 也曾人海茫茫 几度寻寻觅 你 你心轮回太久 只成朝夕 云云里 便爱你 没目以理 无人身上来迟 似曾相识 情声问君可知 我一生流浪行事 遇着你才终止 怀我太过偏执 情望四肢 像四周而覆蚀 一念成痴 三生识 可心头什么海誓 尝不吻红刀刺 剪不断青丝 而青山皆如此 历经多少声势 难忘是你的名字 爱恨我同其字 就选当上次 何妨孤注一致 从此万千声势 追寻你的影子 尝不吻红刀刺 尝不吻红刀刺 剪不断青丝 而青山皆如此 历经多少声势 难忘是你的名字 爱恨我同其字 就选当上次 何妨孤注一致 从此万千声势 追寻你的影子 爱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